非常的榮幸跟感激這樣子 對 因為護理人員都一直很辛苦的默默在工作 然後難得有這個機會可以接受表揚 所以我個人內心是非常感動 作為勞工模範的話 其實我可能還沒有那麼優秀 因為比我優秀的人太多 我只是以自己的一個初心來經營這個事業 然後想幫到更多的人找回健康 或者是幫他們找到一份事業 為社會上更盡一份心理 除了自己工作可能賺錢 那如果我有辦法就是多去幫助其他人 像捐錢給那些動保的 或是愛心機構這樣子 歷經嚴峻疫情獲得表揚的各行各業 模範勞工代表都非常高興 原本計畫在4月29號 也就是在5月1號勞動節前夕 由基隆市政府社會處舉辦的 111年度模範勞工表揚大會 因為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 在延後一個多月後 終於在疫情趨緩之際 順利在6月16號舉行 由基隆市長林又昌以及立委蔡適應 基隆市議會議長蔡旺蓮秘書 以及社會處長吳挺峰和多位市議員們 以及工會理事長 一起向在疫情下堅守崗位努力工作的 百工百業勞工朋友們致敬 我想模範勞工的一個表揚活動 對市政府來講是非常的重要 對勞工朋友也非常的有意義 所以我們不輕言把它取消 那當然在整個金融市的疫情呢 我們在全國之先 然後能夠逐漸收斂跟趨緩 到現在都非常的穩定 持續的一個下降 那所以我們決定呢 還是要來舉辦模範勞工的一個表揚 來感謝我們最辛苦的所有的勞工朋友 那另外當然也是祝福他們 也他們這個加油打氣 那另外當然也更感謝他們 對台灣經濟的一個付出跟奉獻 那另外也對市政府的一個支持 所以我特別也趕過來 親自的給他們來祝賀以及頒獎 那市應在這邊首先要非常感謝 所有的我們的勞工好朋友 能夠在面對疫情的過程當中 仍然在各個崗位不屈不撓的付出 那我過去也是勞工家庭出身的 我可以了解到勞工扮演的 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角色 那我相信不論是在立委 或者我們的市長 在目前我們希望在藉著城市博覽會 為基隆創作更多的觀光旅遊的 或者是相關的很多的活動 我們也希望讓基隆的經濟持續來振興 所以我認為疫情之後 振興最重要的事情 我們也會跟勞工站在一起 一起用振興的方式 讓基隆的經濟更好 今年由各行各業 領選出來接受表揚的模範勞工代表 總共有252位 雖然疫情逐漸趨緩 不過主辦單位 市政府社會處 還是做足了防疫措施 除了表揚模範勞工合影留念之外 也取消往年既有的餐序 和摩采等活動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www.blog.by 李宗盛